文化基金会 般若讲座 也无啥 那无啥事 也无啥 那无啥事 也无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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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无啥事 也无啥事 那无啥事 也无啥 那无啥事 也无啥 那无啥事 也无啥事 那无啥事 那无啥事 也无啥事 那无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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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Virozana Boharamjaya Tatakadaya Araharte Sanyasampadive Namma Sarvatatakadive Sanyasampadive Namma Arya Avalokade Sanyasampad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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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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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要去金费民乎 kullan网維移民 Omnath 特别人 大跟龍右边的计划 在身上一定是因此的 你看到有本来自得亡 2000元就是原本的绘 Found 哦 My God 沙门 我老师 我老师 你太比利 我就神 趣书也 offers五月一日到 dez晚上 只是 quatre follows,如果世上你大概一搜到 他們いたmareυ子的姿勢還有绿子 他們ˆ 十分他的 第二,有物,我指家verbs セット,セット Brown Everybody 一oma的 obedience 是一個人一起 若角做義 테스트遊 所以我想了比如, 국譴貨 在发本六十三页第二行的第二句这边讲到 这边把诸佛菩萨的大悲加持在经典里面常常都辟语成铁钩和卷锁 铁钩跟卷锁是大悲光芒的形象的辟语 不过它主要是运用钩子跟绳索的辟语来说明诸佛对众生的悲心的 钩子大家也许不陌生 比方说钓鱼的鱼钩它的目的就是要把鱼给钩补上来 它批语的实际上是诸佛对众生的悲心的 卷锁也是如此诸佛菩萨对一切有情众生 困在轮回当中的有情众生以大悲心去救度他们 救度的方式被批语成铁钩 就好像用钩子把这些众生 离他们很远的众生拉得更近 比方说我们在引寻诸佛降临的时候 引寻本尊降临的时候会念诵 Zah, Hong, Bang, Ho Zah的意思就是铁钩 大悲的铁钩去把他们钩召过来 Hong的意思是卷锁 也就是将他们捆绑起来 意思就是把他们安置在诸佛的大悲加持之下 用大悲加持使他们能够从轮回的深渊当中被救度上来 是这个意思的 就好像说今天直升机起飞 随着螺旋掌旋转的时候 直升机会往上被牵引起来 一样大悲的铁钩跟卷锁套住了众生以后 他们就能够从轮回的深渊当中被救拔出来得到加持 所以透过被救度众生的信心 跟诸佛菩萨对众生的悲心 成就了这件救度众生的事业 这个就是慈爱的力量 比方说这样的力量它实际上是非常实在的 比方说像有些宠物啊像猫啊狗啊 因为主人非常的疼爱他们 所以即使不需要用牵绳牵着 他们也会自然而然的跟着主人走 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感受到爱 所以勾招他们去把他们 把他们拉得跟自己更近的那个力量 其实不是绳索而是心 你也可以说他心里面的慈爱 就是那一条绳索 所以牵着这个狗或者这个毛 让他离人更近 同样的就像是人死亡以后 他居所不定 很难让他的神事靠近 可是呢由于真正的慈爱心发起的时候 即使他的心事是离得很远的 但是在意念王者的当下 由于真实慈爱心的缘故 所以立即性能够勾招王者的心事来 来到这边 像我们现在由于有身体的隔绝 就是身体是有形的 所以他会有远近的差别 会有隔绝 比方说身处于印度的人 跟我们现在就是 两地相隔非常的遥远 但是慈爱是没有远近的差别的 只要有慈爱 那么众生的心是非常近的 所以这个到底心的远近如何 完全是取决于是否具有慈爱 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慈爱心 来供养一切诸佛 来饶育有情众生 也使一切众生透过慈爱心的连结 能够 这个 goes 为什么还要去拿 这边说 有什么时候 在这个工作 都没有了 在这个工作 想要做 保有的 動作 这边 人的心中 都可以ptych 那么 不愧是 在这种工作 就会发生 但是 那 演技法 开始 游 lat 然后 萌萌 四公公公行 三公公公 有的地方有的 夹半天了 今一堂的 撒动浩路之间 击我动的 人家里面出现 浩路之间击我动的 这些生机动这个 这些用的 今一堂都有 那把什么三接洞 中当的打不去了 六点 打到了六区 生机动加西文南的 不是一般的 撒动 今一堂 处理员的 我们在家里的上海弹幕和音乐人 他们在农村里面 那边的藏在鑫里面 好多赶和湖 他们在那边的约的旅途 在那边都是约约的 约约约的开始 约约约的约约盾 然后跟他们的伦人有共产生 这些东西耳边 但是 我是不是想了 这个���언 就这么做的事 要去这一点 也这么做得好 他的东西 这个东西他的东西 设计规规短和不同的东西 设计规短的香港和中国 他们在一起 香港和中国的香港 那就是啥石蕃帩的仙乙 那就是啥事 就啥事 啥事 啥事 是啥事 不都吃啥事 這個人 我用的鑑 encrypted 但是我沒有 就那我們 這麼說 從哪邊 有這種 一大多多 最有科学 第一次有科学 一大多 世上 有科学生的大多 世上 有科学生的 世上 大多多 世上 и大多 的 世上 私 世上 都所做的 丢 世上 就像是伯父母上的产生的,就像是伯父母那样的 那他是想要去 пройти,要去吃了一半 他那些人就能吃了一半 那他那些人都要吃了一半 那那些人都要吃了一半 他就吃了一半 他就吃了一半 那些人就吃了一半 那些人就吃了一半 那他就吃了一半 认识,让他们认识到最后一日子的东西 对于不管内地的两国,应该有本来有关 在这些那些那些,说了,写的这种不同的东西 就像uten总之一,那些等于说了有一些提到的东西 所以, 也有的。 那些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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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有的。 在, 接下来, 从六十四页开始, 六十四页这边就开始要讲本尊升起次第了。 那细节我们不去谈它, 就请大家看到法照。 如果有法照的人,可以反复地看着这个法照, 来观想本尊的形象。 这样子大概可以取代标准的升起次第。 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来讲, 最需要认识到的就是, 自己的心的慈心跟悲心的功德, 就是真正的大悲观世音菩萨。 有了这样子的观念之后, 再进一步地去追求, 能够把本尊的身相观想清楚。 要观想清楚的方式, 就是按照著唐卡里面所画的那个形象, 一无一时地观想清楚, 从上面往下看, 从下面往上看, 反复地不断看着整个唐卡, 佛卡里面的细节, 方方面面地把它看清楚, 自己端身正坐, 好好的看着这样子的佛像, 如此就能够对其中的细节越来越清楚。 在密宗升起此地当中, 很重要的是, 这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形象都有它的意涵在里面。 我们常常说, 密宗有三个象征主义, 也就是标志、象征还有意义。 标志、象征跟意义彼此都是环环相扣的, 它们体现在本尊的每一个面相当中, 每一个形象, 比方说它的脸庞, 它身体的颜色, 它的所结的手印, 所拿的法器, 身上有什么样的配饰, 其实都是为了要显示象征意义的。 这一切的本尊的身相的细节, 都代表着本尊大悲心外显的功德, 意思就是说, 它们彰显的是本尊内心的功德, 于外的显现。 比方说, 像牵手牵眼观音, 为什么是有牵手牵眼呢? 其实我们从它的理赞文上面就可以了解了, 牵手牵眼的牵手, 代表着我们现在所处的显结当中, 将要出世的牵佛, 所以有牵手。 牵眼则是代表在世间界当中, 将由千位转轮王出世, 以世间的法规来饶益有情众生。 所以牵手跟牵眼合起来的意思, 就是以二规来饶益有情众生。 所谓的二规就是两种规范, 一个是出世间正法的宗教的规范, 另外一个是入世间的世间伦理法则的规范, 用这两种规范来饶益有情众生, 就是牵手牵眼所代表的意涵。 同样的, 牵手本身结的手印所持的法器, 也都各有它的意思。 譬如说, 大杯观音, 十一面观音的主要手, 前面两只手是合掌当胸, 手中持着摩尼宝的。 这个摩尼宝代表的就是珍宝的意思, 珍贵的菩提心的象征。 我们晓得诸佛的心实际上最为珍贵的就是利他的菩提心, 所以拿着摩尼宝象征的一切诸佛的心意, 就是珍宝菩提心。 再来呢, 树珠, 这个树珠, 他手上有拿着念珠, 就代表着不断的饶益有情众生, 救度有情众生的意思。 同样的, 他的手上还有拿法轮, 法轮就是常转妙法轮的意思。 另外呢, 他手上还拿着莲花, 这个莲花是不扎染自私自利, 不扎染轮回的过患, 就像是普贤情愿品那边所说的, 犹如莲花不着水的意思。 那么, 同样的, 佛陀他没有任何的执着, 任何执着世间事物为实在的, 为有相的, 这些执着心对诸佛菩萨来说是完全没这个问题。 为了要象征没有实质的执着, 没有相的执着, 所以持这朵莲花, 他取的就是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意涵。 另外呢, 就是比丘所用的资具进水瓶, 所以进水瓶一般它的意思就是宝瓶, 它平常是比丘生所用的资具之一, 它代表的意思是能够降下加持的河流, 加持的泉水, 这个加持的泉水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它的内在意思应该就是菩提心的意思, 所以它灌注的是菩提心的甘露。 另外呢, 大悲观音手上又拿着弓跟箭, 弓跟箭实际上是佛教内涵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正箭。 什么样的正箭呢? 就是空碑双运的正箭, 它是佛法里面最深刻的意涵, 所以这个公跟箭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 碑跟空应该是要双运的, 也就是说当某个人他了解到万法皆空, 心的本性为空的时候, 如果这个人他不具备任何的悲心, 他没有慈爱心的话, 他对空的解悟是完全没有用处的, 与此相对的, 如果一个人他完全, 他试图跳脱对事物实有的执着, 但是他缺乏悲心的话, 那么这样子的从执着心当中跳脱出来的企图, 能够产生的作用就不太显著, 所以了解空之外也应该要培养悲, 也应该要有慈爱心的, 否则的话, 他能够发挥的效果就不太大, 空有悲心不了解无相, 不了解无实, 这样子悲心虽然存在, 可是这个悲心本身也不会太强大的, 他的力量也不会太大的, 所以空跟悲是要并行不会, 是要双运的, 如果空跟悲能够双运的话, 那他的力量才能够彰显出来, 才会广大的, 那在他以上所讲的, 关于法系的代表意涵, 大致应该是如此的, 在观点的时候, 我们应该也会再谈到, 另外还补充一个就是, 大悲观音还做了一个圣诗手印, 这个圣诗手印就是五掌并龙掌心朝外的手印, 它代表着是赐予菩提心, 给予众生菩提心的功德的意思, 如果大家能够知道本尊的这些功德的话, 对于修这个本尊法门是比较有帮助的? 对于修这个本尊法门, 文言另外一 dominant经过来 文言 ! 文言 一 Posted吧, 文言 Ei, 你应不这么做 留论 JJi eni 宣布 你宣布 大家也在養。 我們在養殘養時, 每個家人都在養殘養。 我們都在養殘養。 我們在養殘養時, 在養殘養的時候, 我以為人們會養殘養。 我們在養殘養他們, 在養殘養時, 我們就例如, unto那些多kelt可是 日本人 日本空等 他们真是 平坦 居住 pul Después de la mercerna la勺, el told incluyente erin de quienes ent partimos la palabra valida, y que no la igual ni de sin con su enemigo en laele, que necesitaba el hag origen este diente para la cultura de la agricultura Incluso tenemos que Quirió Trom fibra fuente de terrestr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原來 佛神查洛門 終於直到邀門 大家大方才沒有的 像 諸如此類 本尊的身相 不管是激進相 憤怒相 它都有很多的意涵 還有他們的裝束 各自也有不同的道理 當然這是非常有學問的一件事情 我在這邊就不做細舊了 比方說像憤怒本尊 他也有他各自解釋 每個身相的解釋方法 例如六臂代表六度 包括持階度在內的六度 是用憤怒本尊的六臂來做標誌的 這些道理是非常深的 也是需要學習認識的 總而言之 要一無一時的觀想本尊的每一個層面 並且清楚的了解他的意涵 是有一定困難的 但是你只要曉得 這一切象徵都是為了要對付我實的方便 這是比較關要的 在本尊升起次第的瑜伽當中 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要升起堅固的佛慢 第二個就是要有明熙的本尊的像 就是能夠觀明熙的本尊像 第三個是要能夠隨念清淨 就是要能夠觀清淨心 所謂的 尊升明熙或者是觀清楚的本尊像 意思就是說 你能夠把本尊的這些細節 如同繪畫一般清清楚楚的都觀想清楚 但比這個更加重要的實際上就是 隨念清淨 隨念清淨意思就是 當你看到極淨尊的時候 跟憤怒尊的時候 你能夠從他的表示 他的表示的方法 象徵的手法 跟他象徵所包含的意涵 去了解他 比方說你曉得 極淨尊的意思是指內心寧靜 那憤怒尊的意思呢 是指示擾動的煩惱諸如此類 而不是把憤怒尊看著好像非常瘋狂 非常憤怒 真實的憤怒的這個形象 這樣子去解釋的話就會落入錯誤當中了 比方說 當你隨念清淨的時候 你會曉得極淨尊實際上 他是 與我們的極旨的修法是相應的 他是與內心極淨 專注安寧 是有關的 而憤怒尊呢 則是指示擾動的煩惱的面目 而強而有力的 破除這樣子的 煩惱 使我們從 如此煩惱當中獲得解脫的 所以他 不管是極淨尊或是憤怒尊 他各有 深刻的意涵在背後 那麼 其中有很多學問 我是一個沒有什麼學問的人 所以在這邊如果 饒舌的話就 不太恰當 就不再去講 不過呢 大家可以看到六十七頁的 第二行有一句 第一句話講說 班鈴毛皮所遮覆 這是指在 大悲觀音的左胸 上面有一頭鹿 鹿或者是班鈴都可以 他指的就是野生的 像鹿這類的動物 那他是 一種非常特殊的 鹿 他代表的是大悲心 怎麼說他是代表大悲心呢 實際上在佛經裡面有這個公案的 就是 佛陀的化身 為了要救度眾生的緣故 他化身成為一頭鹿 然後捨棄自己的性命 為了要保全 眾生 所以 有這麼一頭鹿 那這頭鹿 實際上代表就是 佛陀 不捨眾生 寧可捨棄自己的性命 也不捨眾生的大悲心 所以呢在他的左乳上面 左邊的胸 胸口 胸 胸 部上面呢 有 這麼一個鹿的毛皮 代表著大悲心 所以 以上都是意念親近 隨念親近的觀想 你以為人跟我說 就是 你得出了大悲心 有一個月的活到人去 活到幾個經常之上 你以為 他出了 無人國的大悲心 他出了 但做得 令人发现 中文字幕可能期负用 但是 蒋熊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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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美食一块 别再让真正医病 不过 讲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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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讲讲讲讲讲 好 讲讲讲讲 这东西没我想想说 我的答案有什么想法 我就讲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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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变速 变速通了 改变 前生的四Gs有 然而是人家四Gs有 禅用四人伴 只要一把三地活到 变速通了 不然 肯定是 正面应不贴 它在沙漠中擱上去 也在沙漠中擱下都擱下的 breve Jugendlichen, headaches, cambi禮, etc. 我們九州祈 Arkansas 當時死甚麼禮物 長途… 我想加看看 我一定要高兵的 去找工作 在日本教育上 合作教育上 跟日本教育上 佛士大学 也是 在日本教育上 佛士大学 从那中是 当中是 学研究室 中文教育上 那在北京 曾經被碰到 外国的文贸易 一些东西 这边还在试买 人家说 是有些圣物的 但是我叫你 我们拥有 成人的 你拥有 成人的 我们 试书 提拥 说 你就是 我 那对 我对 这个 我 一天我送那些 凡凡口这个买种 这叫什么 你们有结果007-1100 等到两个人 算了什么 ae 这凡口 还几乎 掌握住 那麽說啊,當你說的,那麽研究竟是要插的 航性是要插的 接下來請看到六十七頁第二行 最後一句,放出白色之光芒 與筆心間月輪上白色細字要光芒 由布達拉聖宮中 布達拉聖宮就是葡萄山 明請觀音及眷屬本座三馬座到這邊 這邊是要觀想在大悲觀音的心間有個月輪 月輪上面有一個3字 按照真正的升級次第的要求的話 這個是智慧本尊跟禪定本尊的觀想 要觀想得很微細的 比方說智慧本尊按照經典的要求的話 它大概就是大拇指的指甲 那麼大的一個月輪 你要觀想月輪的時候 它大小最大只能是這個樣子 然後在上面有一個很小的3字 對於初學者來講 這真的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初學者只要能夠把握出觀想月輪跟3字 在大悲觀音的心砍就可以了 因為對於不熟悉的人來說 本來就不可能做到一無一時的 把整個遺軌的所有內容都加以清楚的觀想出來的 那麼這邊講到白色是一次要光芒 引請觀音及眷屬 這個意思是說 是一次放出光芒以後 這個光芒是饒益一切有情眾生的光芒 由於饒益一切有情眾生 所以諸佛會感到歡喜 因此會降價加持 在這樣子的令諸佛歡喜的情況之下 使觀音主尊跟眷屬全部都降臨 最後有個BENZA SAMAZA的咒語 在六十八頁第二行 BENZA SAMAZA的意思其實跟他的上一句 引請觀音及眷屬是相合的 講得比較通俗一點的話 BENZA SAMAZA的意思就是請來吧 來吧 那麼他用的比較不那麼樣子的莊重的語言 可以說是用比較難聽的話就是說 你還記得你的誓言嗎?你要不要來啊?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意思就是說諸佛有他們的誓言 他們利益眾生的誓言 那我們也有利益眾生的誓言 我們都曾經發下利益眾生的誓言 所以我們有同樣的三面言 BENZA SAMAZA的意思就是誓言 也就是說你記不記得你的誓言 你如果記得你利益眾生的誓言的話 你一定要來的 是世間的 也就是我們自己觀想自己 是世間反覆的這個修行者 我們也有這樣的立身的誓言 智慧本尊也有他們的誓言 這個誓言香氣的時候 諸佛菩薩一定要降臨的 就像是我們跟國家之間 人民跟國家之間也有像是 約定俗成的這種契約關係 我們有共同的生活準則 就像這個樣子一樣 本尊他們有利益眾生的誓言 所以如果我們擁有慈愛 我們記得我們利益眾生的誓言 但是他們卻沒有記得他們的誓言的話 過失是在他們身上的 所以這句話BENZA SAMAZA的意思 實際上是用一個比較沒那麼禮貌的話 講說你記不記得你的誓言 記得的話你應該要出現的 所以本尊它非來不可 意思就是說它主尊跟眷屬整個坛城應該要降臨的 那之後呢就是要觀想這個 諸佛菩薩他們身放光芒 這個光芒會使我們 能夠使我們也轉變成為 能夠使我們也轉變成為本尊身 意思就是說 就像是太陽光照射在水晶 而能夠呈現出種種五顏六色的光彩一樣 我們的心裡面的菩提心透過慈愛心的造福 所以外顯於外 我們菩提心的功德外顯於外的時候 就展現出好像鏡中反射出來的影像一樣的佛的身像 之後我們就可以升起自己就是本尊的身像 當然你在觀想智慧尊降臨的時候 我們剛剛所講的六十七頁到六十八頁這一段 叫做智慧尊降臨 你在觀想的時候 你如果要把它想得比較擬人化一點 就是所有的本尊一尊一尊像人一樣 一個一個降臨這樣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它的內在含義 它的內在含義是 就是諸佛菩薩的大悲就像是太陽光一樣 一一的太陽光光 太陽光芒的一一毫端實際上都代表著 饒益眾生的這個力量 那麼究竟來說它代表的就是我們跟我們的 如來葬跟本尊之間的連結 這個諸佛菩薩降臨實際上是強化那個連結 讓我們曉得自己的心跟本尊是有連結的 透過我們的祈禱 我們的心自然跟本尊產生了連結 這個就是所謂的降臨 這不是它的爺爺的下了 所以能不能哭了個啥 所以就能不能哭講 我想跟我們哭下其他人 人家也是所以能哭啥的沒有 第二個 還是也想說 掌握的 這就這樣 就這樣 就有小生 就不這樣 然後就 發生什麼 去想 當天 就發生什麼 去家的 就不不如改变的让人有的 这像是叶干又 奢政人在桑东西 路上参与 以此 话就是她说 子 möchte说 这下来 에 叶干 哇 叶跟 そして 这些人 就说 我们 一起 我们 在原來最高获我,五天沒有話說 也只是你說那為什麼啊 全國有 Wash 有光煙的 див踪到最後 對阿尼 說自己紅茶 她лы esper恕 和 Rita 為lag煙燒 很多天 在車闔 淋孩子 然后再把它也不下 今天给我梵子梵子 接下来是供养 六十八月的第二行 第二句的咒语 我们本着阿宏开始 一直到六十九月的 我们下不到阿宏是限巴供 这个限供实际上是 让我们累积福德的方式 就好像你请了朋友来了 请了以后呢 你是请他来用餐的 所以之後就要提供飲食 獻供就有像是 迎請祝佛來了以後 給他們獻上飲品或者是食物一樣 這樣子的相對應的意涵 我們在念誦這八個咒語的時候 就觀想著從心裡面化現出 無量無數的天子天女 他們手中持著各式各樣的供養品 比方說飲水、洗澡水、花、香、燈、土香、果 就是食物還有廟月等等的供養 還有跟我們色身香味畜、五妙玉相應的種種供養 都有這些天女們手中捧著琳瑯滿目 各式各樣的供養獻給一切降臨的諸佛本尊 那麼在進行供養的時候 我們會配合著手印跟音樂來進行 那麼這個動作盡量的緩慢 這是比較理想的 因為緩慢進行的話 能夠讓你的心專注在所供養的觀想上面 比方說你觀想現功盡水的時候 你就想著從掌心或者是心坎化現出 成千上萬的供養天女手中持著進水 進行現功 你慢慢的做 不管是進水、竹竹水或者是鮮花、明燈的供養 你慢慢做的時候 它可以累積很多的福德 並且也可以成為鍛鍊自己的心 進化自己的心的方法 邊慢慢的念誦 一邊觀想供養的話 那麼可以使自己的心變得非常的明晰 一直念到69月的 我們在夏佛大阿宏這邊就是供養音樂 就是將世間一切好聽、悅耳動聽的音樂 全部貢獻給本尊聖眾 觀想著透過我們的獻供 使得諸佛菩薩都非常的歡喜 就好像你請朋友來家裡做客 讓他們飽餐一頓以後 他們感到非常有趣一樣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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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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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 的對象 我們跟他們 在這裡 我們找到了 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想像 在這裡 一起 河 在這裡 别人我会认为 乌野兵 每年都是什么都渐压 我会认为乌野兵 透明的女士, 她在街上, 也在街上, 她讓她地逛 在街上, 她在街上踪地逛 她們都在街上, 因為敵人就在街上 越來越高越, 她是玩的 我們來玩個遊戲玩, 這裡經過了 新年快樂, 啊, 這裡經過了 他只有一組來 他們說要去發展 但是當中所謂的都有個從來 他便要去發展 我覺得他每次都在做 以後 就成員又來 一起做 以後在發展 在發展中 都在發展 老 Benim Và 些時候 Такdeho习 遭大迭崗 disaster 抓住这条路 《一耳门》 《借六》 《死云扇盐》 寻二十三岁 特态 我的 trust 我认识我认识 当上上上上上下的仙人 我认识你别人 你这个要认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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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你 那时候 上上上上下的仙人 你这时候 给我认识你 这时候 东方都要是 上下的仙人 上下方方后 所乘無二 這邊它的意思是 當我們在觀想身體次第的時候 通常會有三種本尊 自身本尊、對身本尊 還有一個如果有寶瓶的話 會有所謂的寶瓶本尊 就是指三個不同的坦承 那麼在插螺之間 以扎紅包或 使我們了知到 自身本尊就是自己為本尊的這個 本尊 跟對身坦承的本尊 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這個沒有差別的方法 當然有不同的解釋 比方說 有的像我認為 自身本尊跟對身本尊的關係 好像樹幹跟樹枝的關係一樣 他們是同一個本體 但是樹幹是自身本尊 然後樹枝 則是對身本尊 他們本來就沒有任何的差別 所以透過子浩洪幫我們來認識到 自身本尊跟對身本尊 或者說所謂的智慧尊跟飾眼尊 我們從一開始 他就沒有任何的不同 那你也可以觀想 他各自有各自的意思 比方說在經典裡面 會講到他各自的意思 詮釋他的時候 有非常深的解釋 那我們不用這樣的解釋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可以把它拆開來 一個一個認識 比方說 詐的意思就是 無量的本尊降臨於自己的頂上 哼的意思就是 這些本尊融入到自己身體當中 棒的意思就是 這些本尊他們的心跟自己的心 融合合一了 香氣一味 就是棒 後的意思就是內心歡喜 契合本尊的心意 所以本尊幾位歡喜 這個就是詐哼幫哼的意思 所以詐哼幫哼實際上指的就是 自己的心跟本尊的心意是無別的 瞭解到這一點就是真正的 詐哼幫哼 也就是知道 誓言尊跟智慧尊本來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當然還有很多的解釋 我們也是可以去學習的 那麼這一切都立基於一個觀念之上 就是無量心 四五量心的功德 也就是說 諸佛他們對眾生都有四五量心 我們對眾生也有四五量心 透過詐哼幫哼的認識 但是我們曉得 我的四五量心跟諸佛對眾生的四五量心 其實在本質上是沒有差別的 也就是說 我的心跟本尊的心本來就是一樣的 就究竟來說 要了解聖意必須要擁有 四五量心才能夠通達的 如果沒有四五量心的話 空談聖意或者空談本尊是相同 本尊降臨 那個是沒有太大意思的 比方說你今天完全沒有四五量心的功德 就算你觀想智慧本尊降臨 那也會像是拿一塊冰塊跟另外一塊冰塊敲擊一樣 沒有什麼意思的 兩個冰塊敲擊它並不會融合在一起 它只是單純的撞擊而已 那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很多人會說 哪個密宗法門是可以修嗎還是不可以修 實際上可不可以修並不是一個議題 真正的議題是你修不修的問題 修的話應該要以悲心作為前提 要以四五量心作為前提去修 因為慈心跟悲心 它跟我直是完全對立的 完全是相反的 它完全能夠對峙我直 所以有了這樣子的悲心作為前提的話 你認識本尊的心跟自己的心 本尊的四五量心跟自己的四五量心 是平等一味的 這樣子才有意義的 我們才會曉得真正自己為什麼作為 實驗本尊 為什麼會跟智慧本尊相同 原因就像上午所說的有兩層意涵 第一個是我們的共同心的基礎就是如來藏 佛的心跟我們的心的如來藏 在本性上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第二個就是離藏親近的部分 離藏親近指的就是完全拋去 拋除了我直對眾生的完整的慈愛 那個心只要我們擁有那個心 跟佛的心是完全一樣的 佛也是完全陽氣的我直 對眾生充滿了慈愛 所以當我們的心也是陽氣的我直 對眾生充滿慈愛的時候 我們自然就跟諸佛的心是完全一味的 就像是剛剛所說用的譬喻 樹幹跟樹枝本來就是同一體的這個概念 你就會了解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雜風棒 或成無二的意思 曉得自己跟本尊的心是無二 為宣揚佛陀慈悲 使佛法廣為流通 中華逆經協會在十餘年的時間裡 不間斷地印製各類佛教經典 書刊、漫畫等等 讓不同年齡、不同族群的大眾皆能 擇其所好 同時感恩每位護法菩薩 有了大家的護持 才能讓更多大德善事們 統戰法義 共結善緣 藉由好數的熏陶 相信大眾都能積聚 成佛資粮 福慧增長 元成佛道 祈願 泛英勇流傳 惠念護子席 護持帳號 19658482 19658482 護美中華印經協會 生命電視高雄慈悲道場 舉辦禮拜慈悲三昧水餐 點燈、供水、藥供即甘露事實法會 恭請占尽法師頂重 日期 2月24號星期六 上午9點 地點 三明區頂中等六里聯合里活動中心 地址 高雄市三明區鼎立路 125-2號底下一樓 天翔一路與鼎立路口 聯絡電話 075569911 075569911 生命電視雲林觀音獎堂 舉辦八關齋戒 點燈、供水、藥供即慈悲事實法會 恭請占有法師主法 日期2月28號星期三 上午8點半 地點雲林觀音獎堂 地址 雲林縣胡偉鎮西南里 逐圍六十之三號 聯絡電話 056331565 056331565 上午8點 與東南火車站備有接駁車 中文字幕提供 偶像 鸿满的把梅红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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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